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 印第安那州简本 艺术的播放权 出版 简报出版社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 点击连接购买此书 介绍 欢迎来到印第安那州 一个拥有广阔自然美景 多元文化历史和令人兴奋的机会的州 本指南是对印第安那州 Husser State的介绍 可说明您探索其美丽 了解其 人民并了解其许多景点 从印第安那州南部雄伟的山丘 到北部的五大湖地区 我们还将看看 印第安那州一些最具标志性的符号 并讨论该州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发展和变化 无论您是寻找完美探索地点的首次访客 还是希望发现 该州一些隐藏宝石的长期居民 本书都可以说明您欣赏 印第安那州独特而多样的产品 所以 让我们开始吧 不要忘记你的相机 1.印第安那州简介 印第安那州 绰号印第安那州 是一个中西部州 以其标志性地标而闻名 如印第安那波利斯赛车场 和纪念碑圈 评级出色的农业产量 和多样化的经济 印第安那州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从教育机会 到文化景点 和自然美景 印第安那州 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 印第安那州 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 与伊利诺伊州 俄亥俄州 肯塔基州 和密歇根州接壤 印第安那州 面积为36420平方英里 是美国第38大州 该州的人口 估计为6.700万 是第17大人口州 印第安那州 主要由平坦的地形组成 南部和西北部有 连绵起伏的丘陵 属大陆性湿润气候 夏季温暖 冬季寒冷 印第安 那州的首府是印第安那波利斯 是该州最大的城市 其他主要城市 包括维恩堡 南本德和埃文斯维尔 印第安那州 有许多学院和大学 包括印第安那大学 普都大学和圣母大学 印第安那州 拥有强大的农业产业 生产大豆 玉米和小麦 它也是汽车行业的发源地 斯巴鲁 丰田和本田等大公司 在该州设有工厂 印第安那州 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 有许多博物馆 艺术画廊 和历史遗迹 可供探索 它也是几个国家公园的所在地 包括印第安那沙丘 国家湖岸 和胡斯尔国家森林 凭借其多样化的经济和景点 印第安那州 是一个称之为家的好地方 从教育机会 到自然美景和文化景点 印第安那州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第二章 印第安那州概况 印第安那州 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州 印第安那州 是全国第十九大人口最多的州 截至2020年 估计人口为670万 印第安那州于 1816年12月11日 加入联邦 成为美国第十九个州 印第安那州 以其农业生产和制造业而闻名 包括汽车和电子产品 该州也是基索大学 和国家认可的运动队的所在地 印第安那州 亥其州立公园和户外景点而闻名 包括印第安那沙丘国家湖岸 密歇根湖和该州的许多森林 印第安那州 与伊利诺伊州 肯塔基州 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接壤 它有92个县组城 其中州首府和最大城市 是印第安那波利斯 该州的其他主要城市 包括维恩堡 埃文斯维尔 南本德和加里 印第安那州 因其在主要贸易路线和洲际公路上的战略位置 而被称为美国的十字路口 连接中西部和美国东部和南部 该州还拥有丰富的历史 拥有基位前总统 如亚伯拉罕 林肯和本杰明 哈里森 印第安那州 是许多多元文化的发源地 拥有各种不同的种族 宗教和生活方式 该州的官方座右铭 是美国的十字路口 其官方歌曲是在Walbash的岸边 遥远的地方由Paul Dresser创作 三印第安那州地理 印第安那州是一个多元化的州 拥有不同的地理区域 该州位于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区 北部与密歇根州接壤 东部与俄亥俄州接壤 南部与肯塔基州接壤 西部与伊利诺伊州接壤 该州的北部大部分是平坦的 有缓缓起伏的丘陵和小湖泊 该州的中部主要由中部耕地平原 和南部耕地平原组成 该州南部是Nox地区的所在地 该地区由丘陵地形 茂密的森林和崎岖的地形组成 印第安那州是几条主要河流的所在地 包括瓦巴士河 怀特河、蒂珀卡诺河和俄亥俄河 沃巴士河是印第安那州最长的河流 贯穿该州的东部和中部 怀特河流经印第安那州的北部和中部 是瓦巴士河的最大支流 蒂珀卡诺河贯穿该州的北部和中部 是瓦巴士河的第二大支流 俄亥俄河形成了该州的西部边界 也是主要的运输路线 印第安那州的夏季通常炎热潮湿 温度在65到85华氏度之间 冬季寒冷 气温经常低于冰点 该州每年平均收到40英寸的Rain 其中大部分落在春季和夏季 印第安那州是一个探索的好地方 提供不同的地理区域和气候 以及众多诱人的景点和景点 无论您是想探索伟大的欧特尔 还是游览该州的一些文化景点 印第安那州都是理想的目的地 4.印第安那州的历史 印第安那州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 由于其在美国的中心位置 通常被称为美国的十字路口 它北部与密歇根州接壤 东部与俄亥俄州接壤 西部与伊利诺伊州接壤 南部与肯塔基州接壤 印第安那州在1600年代后期 首次被法国探险家探索和殖民 后来在1700年代后期 割让给美国太词 它于1816年被指定为第19个州 其首府是印第安那波利斯 印第安那州作为中西部的工业和农业中心 有助悠久的历史 这要归功于其地理位置和资源 包括煤炭和石灰石 该州也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乡 如本杰明哈里森总统 汤马斯亨·格里克斯副总统和宇航员格斯·格里森 该州以其多样化的景观而闻名 是各种户外活动的所在地 如钓鱼和露营 印第安那州还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其丰富的大学、博物馆和画廊 为探索该州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大量机会 今天 印第安那州是重要的商业、工业和教育中心 它的经济非常多样化 在制造业、金融业、科技和医疗保健方面拥有强大的产业 印第安那州也是许多大学的所在地 其公民以其强烈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承诺而闻名 五为印第安那州经济 印第安那州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州 印第安那州的经济历来以工业生产为基础 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和钢铁生产 该州也是一个农业中心 其多样化的地形提供了各种作物 印第安那州拥有多元化的经济 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技术 制造业是该州最大的雇主 约占工作力的20% 印第安那是汽车、医疗和航空航天产品的主要制造中心 该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装配厂的所在地 位于维恩堡 其他主导产业包括化学、电子和食品加工 农业是印第安那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州是美国第七大玉米生产国和第九大大豆生产国 该州也是甘草、小麦和燕麦的主要生产国 此外 印第安那州拥有蓬勃发展的葡萄酒和啤酒产业 全州拥有150多家酿酒厂和200家啤酒厂 印第安那州也正在成为技术和创新的中心 该州拥有众多主要的研发中心 并已成为资讯技术和软体开发的MIJOR中心 此外 该州是医疗保健领域的领导者 全州有五个主要医疗中心 印第安那州是运输和物流运营的主要枢纽 该州是美国第二大联邦快递枢纽的所在地 位于印第安那波利斯 该州还拥有全国最大的卡车车队之一 拥有超过35000名司机 该州拥有强大而多样化的经济 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大量机会 印第安那州拥有众多行业 是生活、工作和经商的好地方 六位印第安那州的农业 印第安那州是一个中西部州 以其丰富的农业遗产而闻名 自19世纪以来 农业一直是印第安那州经济的主要内容 今天仍在该州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印第安那州的玉米、大豆和生猪产量 在各州中排名前十 农业是印第安那州的一个主要雇主 为超过5万名印第安那人提供就业机会 该州有超过35000个农场 总计3000万英亩的农田和500万英亩的牧场和甘草 这些农场生产各种各样的作物 包括玉米、大豆、食用、甘草、燕麦和高粮 畜牧业对印第安那州的经济也很重要 是该州的主要农产品 印第安那州是美国第六大猪肉生产国和第五大牛肉生产国 拥有超过500万公顷和超过80万头牛 除了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外 印第安那州的特色作物产量近年来也在增加 这包括有机和可持续的农业实践以及水果和蔬菜的生产 如西红柿、辣椒、甜瓜和洋葱 印第安那州的农业产业也得到了强大的农业研究和教育体系的支援 印第安那州的大学和学院 为农场和农业综合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和教育机会 该州还有几个合作推广 为农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 农业是印第安那州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州丰富的农业遗产说明苏玷污了经济 并未基带印第安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7.印第安那州的制造业 长期以来 制造业一直是印第安那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它继续发挥住关键作用 印第安那州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从汽车到食品和饮料 这个强大的工业基础 使印第安那州的经济保持强劲 并说明该州成为创新和制造业的领导者 印第安那州是机家大型制造商的所在地 包括汽车巨头通用汽车 钢铁制造商安塞勒米塔尔和制药公司里来 汽车生产是该州的主要产业 近年来出现了机家新工厂 这位国家提供了重大福音 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印第安那州也是各种小型制造商的所在地 从家具和家居装饰到医疗设备和药品 这些公司说明为该州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 说明印第安那州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制造业在农业部门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印第安那州是玉米、大豆和其他古物的主要生产国 也是猪肉和家禽的主要生产国 这些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的公司 为全州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印第安那州的制造业是该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说明该州保持全球市场进争力方面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使印第安那州的经济保持强劲 并说明该州成为创新和制造业的领导者 第八章 印第安那州的技术部门 印第安那州是中西部的一个州 拥有许多行业 包括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 然而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该州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技术部门的所在地 近年来 印第安那州的科技型业发展迅速 许多科技公司在该州开设了商店 事实上 印第安那州现在拥有5000多家与技术相关的企业 雇佣了近10万名员工 印第安那州的科技型业涵盖了广泛的活动 从软体和硬体开发到互联网服务和云计算 该州还拥有许多专注于新技术开发的研发中心 印第安那州对科技公司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 因为它提供了许多激励措施 例如税收抵免和赠款 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启动成本 此外 该州拥有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 使公司可以轻松运输商品和服务 印第安那州的技术部门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 而且还有助于推动该州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除了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外 科技型业还说明 吸引了其他州的公司在印第安那州开店 印第安那州正在积极努力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 以促进科技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已经启动了许多举措 例如 印第安那州技术与创新委员会和印第安那州创新网络 这两项计划都旨在促进科技公司与州政府之间的合作 通过投资技术部门 印第安那州正在说明为该州的经济增长 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技行业已成为印第安那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将在未来继续如此 久为印第安那州文化 印第安那州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国家 印第安那州的文化融合了中西部 阿巴拉契亚和南部的影响 印第安那州是许多美洲原住民部落的家园 他们的影响通过使用语言 艺术 音乐和食物在文化中可见一斑 该州还以其强大的农业根基 和随之而来的辛勤工作的价值而闻名 这反映在一些地区的传统牛仔和牧场文化中 以及在该州经济中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农业 印第安那州也以其音乐 艺术和文学而闻名 该州是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作曲家的故乡 包括霍吉 卡麦克尔 科尔 波特 和约翰 梅伦坎普 印第安那波利斯市拥有全美顶级视觉和表演艺术场所 包括印第安那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印第安那波利斯交响乐团和印第安那波利斯歌剧院 印第安 那州也是流行的现代音乐场景的所在地 印第安那波利斯是全美最好的独立和另类摇滚表演的中心 该州也是美国顶级作家之一 库尔特 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的故乡 他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生活期间写了许多最著名的作品 印第安那州的文化 是过去和公关的充满活力的混合体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些东西 无论是农村地区的牛仔文化 城市的现代音乐场景 还是丰富的艺术和文学 印第安那州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10印第安那州音乐 印第安那州拥有丰富的音乐遗产 跨越多众流派 文化和时代 从传统的民谣和兰草歌曲 到更现代的摇滚和嘻哈音乐 印第安那州有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供探索 几个世纪以来 传统民间音乐一直是印第安那州的一部分 音乐通常以欢快的节奏和独特的乐器为特征 例如小提琴 班酌琴和吉他 这种类型的音乐在农村地区特别受欢迎 可以在许多当地的节日或广场舞中听到 兰草是另一种起源于印第安那州的音乐 这众音乐风格的典型特征是 四声步和声和快节奏的乐器演奏 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流行兰草音乐家 包括比尔 门罗和吉布森兄弟 乡村 音乐在印第安那州也很受欢迎 许多受欢迎的乡村歌手和乐队都来自该州 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流行乡村艺术家包括 John Mellencamp Tanny Chesney和Gretchen Wilson 印第安那州也有一个嘻哈场景 经常在音乐节和其他活动中展示 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流行嘻哈艺术家包括 Freddy Gibbs Bones Thompson Harmony和Klee High 最后 印第安那州是充满活力的摇滚音乐场景的所在地 从杰克逊舞等经典摇滚乐队到更现代的表演 如Fall Out Boy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无论您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 印第安那州都有适合您的东西 从传统的民间根源到现代摇滚和嘻哈场景 印第安那州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音乐文化 11.印第安那州的艺术 印第安那州的艺术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样化的景观 具有一系列的创意风格、媒介和观点 印第安那州拥有悠久而丰富的艺术表达历史 从史前社会最早的作品到21世纪的当代艺术品 该州发现的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是岩石艺术 岩画和象形文字是岩面上的雕刻和绘画 在印第安那州被发现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这些古老的艺术作品提供了对该州早期居民的仪式和信仰的深入了解 1800年代中期 印第安那州对艺术的兴趣日益浓厚 并成立了艺术协会 例如印第安那波利斯艺术协会和印第安那州沙龙 在此期间 该州一些最著名的艺术家包括T.C.斯蒂尔和J.奥蒂斯亚当斯 他们都是印第安那印象派运动的关键人物 20世纪初 现代主义开始在印第安那州扎根 该州发展了许多进步的艺术运动 包括立体主义 超线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 建立了许多艺术画廊和博物馆 例如印第安那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和斯尼特艺术博物馆 如今 印第安那州拥有许多蓬勃发展的艺术社区 全州有许多博物馆和画廊 以及众多艺术节 如印第安那波利斯艺术花园和彭罗德艺术节 艺术组织和集体 如印第安那波利斯艺术中心 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的作品和网络的论坛 印第安那州也有很匠的戏剧传统 该州拥有几个专业和社区剧院 如印第安那画剧团 凤凰剧院和印第安那州博览会剧院 拥有充满活力的戏剧文化 从因乐剧到戏剧 印第安那州剧院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提供丰富的娱乐活动 印第安那州的艺术界不断变化和发展 以反映其功名的品位和兴趣 从古代演化到现代艺术画廊 印第安那州拥有丰富多样的艺术历史 至今仍在继续探索和庆祝 十二印第安那州的体育 印第安那州是各种专业 大学和业余运动队的所在地 印第安那州最大的职业运动队 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的印第安那波利斯小马队 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的印第安那步行者队 和小联盟棒球印第安人队Mielby 印第安那 州队是印第安那大学的官方大学运动队 他们参加NCAAE及十大联盟 Khushers的橄榄球队 在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的纪念体育场比赛 他们的男子篮球队 以NCAAE及历史上所有男子篮球项目中 获胜最多的球队而闻名 印第安那波利斯 是专场400的所在地 这是NASCAR在印第安那波利斯赛车 常举行的年度怪物能源杯系列赛 赛道每年还举办印第安那波利斯500 和红牛大奖赛模拖车比赛 除了职业和大学体育外 印第安那州还是既支小型League 和半职业球队的主场 包括东海岸区棍球联盟的 维恩堡科梅茨队 中西部联盟的南本德小熊队 和美国独立职业棒球协会的 加里南岸铁路猫队 印第安那波利斯也是许多参加 其他运动的职业球队的主场 包括ECHL的Indy Fuel 女子国家篮球协会 WNBA的印第安那热 和美国曲棍球联盟的 印第安那波利斯印第安人队 最后 印第安那州是业余和休闲运动的 理想目的地 包括高尔夫 钓鱼 狩猎和其他户外活动 印第安那州拥有250多个高尔夫球场 以及40多个州立公园和森林 提供各种户外活动 13.印第安那州的教育 印第安那州拥有强大的公共教育体系 为所有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印第安那州教育部 负责监督全州的公立学区 印第安那州是公立和私立大学 和学院的大学 包括社会大学 中国大学 印第安那大学 三州致力为所有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费奖 印第安那州教育部 也实施了多项组合提高 例如 印第安那州 全州测试系统 以及印第安那州的学院 实验只会成熟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 印第安那州采用了共同和新州标准 该标准为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 提供了一套严格的标准 印第安那州教育部 还力求通过提供各种技术丰富的教室和教师 专业发展来确保所有学生 都能获得21世纪的资源 印第安那州还提供一系列高等教育机会 包括公立和私立大学和学院 该州还提供中国和职业学校 为学生提供在所选领域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印第安那州 拥有许多著名的研究机构 包括印第安那大学美第七学院 印第安那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 和印第安那大学创新语技术网络 这些研究机构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 并推进该州的经济发展 印第安那州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通过其公立和私立机构 该州为印第安那州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机会 国家对教育的承诺确保其公民 拥有在21世纪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14印第安那州的K-12教育 印第安那州拥有全国一些最好的公立K-12教育系统 从优质的小学和中学教育 到备受推崇的大学和学院 印第安那州致力于为其公民提供成功的教育机会 印第安那州教育部IDOE 负责监督和实施该州的教育计划 该部门开展许多教育计划 包括学校安全和安保计划 特殊教育计划 天才和才华横溢的计划 以及评估和问责制度 在印第安那州 有数百所公立K-12学校和学区 以及近二百所私立和教区学校 每个公立学区都必须制定学校改进计划 并达到学生成绩的州标准 该州还提供多种替代教育选择 包括虚拟学习 专业学校和家庭教育 印第安那 州也是基所著名的公立大学的所在地 包括普渡大学 印第安那大学和印第安那州立大学 DIS机构是各个领域的国家和国际领导者的家园 他们提供一系列学位选择 包括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总体而言 印第安那州的K-12教育备受推崇和追捧 该州致力于为其公民提供优质教育 其大学和学校吸引了全国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 15 印第安那州的学院和大学系统 印第安那州的大学和大学系统是强大多样化的 全州有100多所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广泛的教育机会 印第安那州高等教育委员会 CHEA是该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机构 CHEA负责监督印第安那州公立大学和学院的运营 并负责制定标准和批准新课程 他还为学生和朋友提供有关大学录取过程 经济援助选择和职业规划的指导 印第安那州拥有几所著名的公立大学 包括印第安那大学、浦都大学和鲍尔州立大学 这些大学中的每一个都提供一系列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 以及专业和证书课程 印第安那州还拥有广泛的社区学院网路 这些学院提供副学士学位、证书和其他职业课程 其中许多机构还与当地企业合作提供课程 以提供就业培训和安置机会 除了公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外 印第安那州还拥有几所私立大学和大学 这些机构提供广泛的学术课程 从传统的文科课程到专业学位 一些私立大学还提供在线学习机会 印第安那州是寻求优质教育的学生的理想之地 凭借其多样化的学院和大学选择 该州为各种背景的学生提供了一系列教育选择 16.印第安那州的成人教育 印第安那州拥有许多成人教育机会 可以帮助个人获得改善职业前景 或追求新兴趣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印第安那州的成人教育计划提供多种教育选择 包括职业和技术培训、专业计划和教育学分计划 职业和技术培训 印第安那州的职业和技术培训计划 为成年人提供进入或升学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这些课程由职业学校、社区学院和其他组织提供 其中许多课程可以导致特定领域的证书或学位 课程可能包括商业、医疗保健、技术、结构、焊接等科目 专业 课程 除了传统的职业和技术培训计划外 印第安那州还为成年人提供葛种专业教育计划 这些可能包括在现学习、远端教育、成人扫盲计划 以及旨在帮助个人从福利过渡到工作的计划 教育学分计划 印第安那州提供多种教育学分计划 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在学院或大学环境之外完成的课程的大学学分 这些课程可能包括在社区学院、职业或技术学校或其他经批准的组织学习的课程 印第安那州提供众多成人教育计划 以帮助个人获得追求成功职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通过这些计划 成年人可以获得进入或提升职业生涯 脱离福利或者是探索新兴趣所需的培训 印第安那州简介 欢迎来到印第安那州 I'm Diana 印第安那州拥有超过670万人口 位于中西部的中心地带 以其连绵起伏的丘陵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多样化的景观而闻名 从密歇根湖到俄亥俄河 印第安那州拥有各种不同的地形 使其成为探索的好地方 印第安那州还以其丰富的历史而闻名 拥有众多的历史遗迹 博物馆和纪念碑可供探索 对于那些对户外活动感兴趣的人 印第安那州拥有许多州立公园 森林和保护区提供各种户外活动 如钓鱼、露营、远足等 印第安那州也是极个大城市和城镇的所在地 包括该州的首府印第安那波利斯 印第安那波利斯以其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夜生活 以及一系列专业运动队 世界急波物馆和各种文化景点而闻名 无论您在寻找什么 印第安那州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从美丽的风景和历史遗迹到充满活力的城镇 印第安那州是一个称之为家的好地方 结论 总之 印第安那州简介提供了对该州及其文化的全面概述 凭借其多样化的人口 繁荣的经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 印第安那是一个独特而迷人的探索之地 从西北部雄伟的沙丘到南部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农田 印第安那州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无论您是在寻找创业 体验各种文化的地方 还是只是远离一切 印第安那州都是完美的目的地 印第安那州拥有许多不同的景点 绝佳的教育机会 一流的户外活动和友好的居民 确实是一个称之为家的好地方 谢谢收看